大家分享一个田园蔬菜鸡蛋饼 好吃又营养 喜欢的朋友你也试试吧 首先我们往水里加点盐 把生菜放进去浸泡10分钟 洗净捞出 土豆切丝放水里浸泡一下 接着把洋葱 胡萝卜 青椒 切丝放在一起 起锅热油 把洋葱爆香 把刚才切好的一起放下去 放入少许盐 少许五香粉 翻炒 最后放入一勺米醋 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我们往碗里倒入150克面粉 两个鸡蛋 再倒入180克清水 搅拌均匀 直到无颗粒状就好了 接着把平底锅刷上少许植物油 放入两勺面糊 左右摇晃均匀 盖上盖小火慢烙一分钟 接着翻过来再烙一分钟 直到熟透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放上刚才准备好的蔬菜 卷起来就好了 我是兰子 喜欢今天的美食 就点个关注吧 感谢观看